啥車啥車 啥車距離不夠啊 它鑽出來的太突然了 我我我 啥 开车能不能小心点 今天街闲姐要是迟到了 她又得扣我工资 哎 homie 你说又没车道没马路的 人家怎么都能刹得住车 撞都撞不到 上一季天天叫日日叫 你咋一点掌金都没有 这一看就是城市安全系统 城市安全跟车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平均每年 要发生多少起交通事故吗 五十万 几乎每五分钟 就有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你说 车跟城市安全怎么没关系 我跟刚才有车突然冒蓝光 你说他们是不是 就是靠这个来放交通事故的 靠这个 天天碰碰车呀 减少碰撞伤害还不够 那还能有什么技术啊 你比如说 大型动物监测系统 探测到迷路啊 马呀 骆驼呀 这种大型动物的时候 就能及时预警 还能实施刹车辅助 避免碰撞 我在动物园都没见着迷路 平时上哪用得着检测这个 你要大晚上没看着 机子营车的好见 或者没由意 跑过马路的行人 不就发生事故了吗 再说了 就算你平时眼睛瞪得像通灵 上高速撞个野猪 不也得让我给你修 撞野猪还能吃顿野猪肉呢 野猪是野生保护动物 你撞了也得交出去 做无害化处理 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点贵 所以嘛 像黄昏和黎明这样的弱光环境 他俩头对头走的 竟然在快撞上的时候挫开了 这不是主动刹车系统了吧 那估计是对象车辆智能避让 这俩车一对的 相对方向 就是侦测临近车道迎面而来的车 等着对象的车越过车道线 驶入自己车道的时候 系统就会发出警示 主动干预 帮助减速刹车 车那么多 老杀老杀 烦不烦人 当心人三十地打你 自动刹车也能自动跟车呀 ACC自适应巡航系统 在及时辅助刹车的同时 也可以自动调整车速 帮车主保持理想车距 像你这种老是被夹三的 简直是早晚高峰神气 我干到老板娘了 快快快停车 就是五秒了 先解累了吧 我来我来 这次怎么又这么慢呀 这不是刚才差点出了小事过吗 还好对面那车杀得住 咱们刹时候也换个带ACC的车呀 ACC自信巡航 就目前来说 还需要改进 对于相邻车道 和多目标车辆的检测 预判做得还不够 而且车子突然进入弯道时 ACC会认为安全距离过大 经常逐渐误判导致加速 现在还容易受杂波干扰 等什么时候完善道 用不到你了 我就换车 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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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了还睡觉 赶紧起来洗车 好几下 这是最后一车了 老大说一会儿存完仓库 咱就可以歇一天 存完铺有盘铁啊 上哪里歇去啊 要我说他当什么老大 就应该换我来当 他一千千 哎哟 好眼熟 我昨天好想梦到这坡车了